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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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位是陈老师 还有刚才我们也听到他做的一点评论 其他呢就是学生了 他的学生做的评论 那你只要点这些左右的箭头 你可以看到陈老师做的 做的所有的环灯片 如果你觉得IRK 作为你教学上的参考 你只要把按一下滑鼠右键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选项 可以下载它所有的原始档案 那老师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包回家 作为你教学的参考 这表示说这位老师他愿意把他的 Voicer的展案跟大家分享 好 请大家在这里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 我们怎么样自己来制作 我们自己的Voicer的展案呢 请大家按这个 Create这个档 这个按键 Create的按键 一旦按了以后 就会有三个选项 它第一个选项是Upload 在Upload这里呢 就是让大家上传你的照片 或者任何的档案 或者是影片都可以的 Voicer其实是非常 很友善的一个工具 它会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所以这里我就选 好吧 我用我的电脑里面的图案 好 最近呢 我刚好要教名人 所以我来选一下 哎呀 我最喜欢的名人 George Clooney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George Clooney在那里了 那 大家也可以选 可以上 上传很多的照片 就是根据教学的需要 好 但是呢 今天因为只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所以我就只用一张照片就好了 好 那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是common 在这里呢 common 只要我按下common呢 这个键 就有两个选项 左边是说record 我就要用麦克风来录制我的评论 右边呢 是type 我就只要用打字 可以打中文 也可以打英文 好 现在就让我来示范一下 我们先用录音的 画面会出现 请我允许用麦克风 所以我就按下允许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最喜欢的名人是George Clooney 我觉得他长得又高又帅 而且他演的电影非常的好看 他是一个很迷人的人 好 我停止了 那现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最喜欢的名人是George Clooney 我觉得他长得又高又帅 而且他演的电影非常好看 他是一个很迷人的人 好了 那么刚才 就是voicer的系统让我听一遍 如果你觉得可以 就按save 如果你想 哎呀不行 糟糕了 怎么吃螺丝了 就按cancel 你可以重录一次 好 今天为了时间上快速一点 所以我就说safe了 好 那 那我还想 也许我要打个字 所以 我可以打个字 在这里呢 我就在那里可以打一下 我 他 长 的 有高 有帅 好 那我就只要有这样一个 评论 因为我要想教学生讲 长的 还要教学另外一个句型是 又 又 好的 那我就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当学生看到我的幻灯片的时候 他就会 就会有两个的评论在这 好了 那 这样就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老师没有很多的幻灯片的话 就是一片一片的做下去 好 那 在你完成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 voice rate的图片的下 最下方 这边有个publishing options 好 如果你按这个的话 刚才老师们不是下载了 一位陈老师他的幻灯片吗 那就是因为他很慷慨 他在这里呢 他是allow anyone to view 允许任何人来看 allow anyone to comment 允许所有人来做评论 moderate comments 好 但是我要 我要管制一下 show on browse page 对 我也是 让大家能够在browse上找到我 好 如果我这样子弄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在browse上看到我了 OK 好 等到这样做完了以后 还有就是 你可以把它export 就是输出成为你的档案 但是最重要 因为大家要放在部落格嘛 所以这边有个砍入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embed 立刻你就会有 就是内建的一个码在这里 大家只要改改宽度高度 就可以上到你的部落格了 好 那第三个呢 按键是讲myvoice 好 你只要按了 只要做了一个档案了以后 好 因为我刚才做完以后 我要把这个放到我的我的myvoice档页面上去 所以让我来就是把它命名为 名人好了 celebrity 好 就是你把title my favorite celebrity 好 这个tag呢 是让你知道 让别人可以寻找的时候 可以找到你 好 那我们把它储存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它已经在我的页面上了 好 就在我的声音里面 这里 就是各位老师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过去做过 或者是我的学生做过的档案 好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那voice rate本身也做了很多的voice rate的档案 帮助大家 教大家怎么样来做档案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希望这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再见